弟子们 把弘法的任务 教学的任务 担负起来了 在家的弟子 许多国王大臣 长者居士 护法的工作 他们乘当 洪护一体 佛法传了几千年 我们从历史上看到 有些地方年三百年 以后就没有了 也有些地方 五六百年 七八百年 佛法消失了 传到现在 中国历史记载 是三千多年 外国人承认的 年轻 五百年 传到今天 今天还有没有呢 有 有正法 越来越少了 佛法变质了 为什么 这里头的因素 很多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在前一个世纪 我们还不能说前一个 前一个是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的初期之前 东方人 还守着古圣先贤的 能离道德教育 我出生那个年代 应该是我在十五岁之前 那个时代 人都还讲求能离道德 西方世界呢 还遵守宗教教育 还受到神的约束 社会秩序稳定 还有一些高僧大德 认真地修许 在红传